袁先生的儿子表示 其实父亲和母亲都和自己有感情上的缺失 但这并不影响自己将来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 只要父母过得好 房子写在谁的名下 做子女的都没有意见 而此时调解现场还有一个人 对曾女士夫妻有话要说 那就是曾女士和前夫的孩子 我妈妈在他们家待了20年 点点滴滴也听了蛮多 确实也是挺不容易的 可能是由于我和我弟弟拿来拿上之后吧 这个关系开始慢慢地变得有点僵了 怎么这么说呢 每次去我妈妈家里吃饭呢 或者是在一起啊 见面的时候啊 总给我的感觉 有点隔阂吧 你们能感觉到的这种隔阂是吗 是的 总觉得他们说话不会好好沟通 就像跟吵架一样 开口就是跟吵架一样 就是从你们来了以后 你们感觉到他们的相处之间 是这个吵架的状态 我这个父亲 他人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对我妈还是蛮好的 有的时候挺暴露的 毕竟呢 人家在外面辛苦赚的钱是吧 每天都会交给我妈 就是说话的方式 我妈这个脾气也不好 对于这个养老问题 我妈也是担心 你不必去担心 作为子女以后你们老了 都会我们凭自己的孝顺 去孝敬你们 这个东西都不要太去在意 我希望是你们两个人 能够好好的走下去 老了之后 故乡有个伴也是挺好的 曾女士的女儿 同样表达了希望曾女士夫妻 能够和好的愿望 并且也愿意给父母尽孝 那么儿女的表态 能够给曾女士足够的安全感吗 观察员的发言 又能否让夫妻俩冰释勤贤呢 男发 我觉得你的妻子真不容易 一个女人再婚 二十年的付出 为这个家 她是欧心力血 二十年前 她嫁给你的时候 这个家很穷 你还有外在 她没有嫌弃这个男人 因为她当初看中的你就是 忠厚 肯吃苦 但是这个女人也像一个男人一样 跟着你去做最脏最苦的活 天底下哪有女人 为了这个家 无缘无非地奉出了二十年 到今天 啥也没有 孩子们对她的不理解 包括妻子俊女 你说她会伤心吗 这个倔强的女人 终于在这个现场她哭了 她说了那么多 她没有眼泪 观察员廖喜玉的话 一语道破了曾女士 在婚姻中的委屈 这个在调解现场表现的 一直很强硬的曾女士 突然埋头痛哭 而她的泪水似乎也触动了丈夫 袁先生 当然这个妻子确确实实 有点降脾气 我觉得这个脾气是逼出来的 人啊就怕被冤枉 你说一个人被冤枉 那她还有好脾气吗 所以她被暴跳如雷 所以她被去跟你争辩 我希望南方 你来做个调整 好吧 那我恢复的